清潔暴小黄被闯红灯轿车撞翻 酒店小姐惨死 5月9号清晨4点多 在台中殖民酒店上班的47岁流女 下班搭乘计程车遇返家时 尽不幸坐上了死亡列车 流女所搭乘计程车在中明南路下山路口 与黑色风田轿车发生差状 造成一死跟事相的状况 造成计程车是让一名女性不幸的过世 计程车他过前是在经济报的 同行骨骨折 现在就不知道哪个老小姐了 我们现在是通过各路程去看 计程车的司机有发生气 说黑色教授的部分都是清伤 啊啊啊啊啊啊 走走走 拿一下拿一下 他的那个左股骨折 我的脚很痛 好痛啊 37岁计程车司机廖南说骨骨折 呼吸困难疑似气凶 意识不清 被紧急送医抢救 黑色风田轿车上共有三人 乘客23岁图南及25岁离女 均有肢田外伤 意识清楚 送医治疗后已出院 黄性驾驶有受伤 伤势轻微未送医 死者流女是机前报一楼的五小姐 在公司一名火明天 缺因此事意外 永远没有明天了 警方单约见识其画面后 发现黑色风田轿车疑似闯红灯 撞上流女搭车的机程车 机程车在冲撞中央分隔岛 风田驾驶与小黄驾驶 注目酒驾 黑色的轿车的部分 它有涉嫌到闯红跟在前沿 机程车部分是绿灯的耗尽 撞击力道应该是偏大的 因为撞击之后 机程车部分 还好跟撞到中央分隔岛 东西文台中报导 机程车